好 不止富豪反战 其实数位世界也一样 国际骇客组织匿名者已经正式跟俄国宣战 说要关闭克里姆林宫以及政府官网 甚至成功骇进了俄国电视台 改播乌克兰歌曲 而总统普丁也被针对国际柔道联盟就宣布了 要暂停他荣誉主席职位 穿着柔道服一现身全场鼓掌 普丁在腰间系上这条黑带可不是道具 而是他的实力 身为柔道黑带 普丁常常对外展现他技术 巩固能战能打的硬汉形象 还跟奥运国家队选手一起队列 简直推广这项运动的最佳代言人 因此担任国际柔道联盟大使以及荣誉主席 不过就在他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后 国际柔道联盟宣布暂停他职位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画面就向乌克兰领土遭到入侵 改播乌克兰歌曲列表 点进去会看到当地建筑物轰炸惨况 以及民众躲进防空洞避难 这是骇客杰作 全球最大骇客组织匿名者直接对普丁下站铁 要求立刻下台恢复乌克兰人民的权利 并扬言关闭俄国官方重要网站 还以联邦反垄断局的官网遭害 要证明他们向俄国宣战不是口头说说而已 记者综合报道